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实力补习班的刘明老师 那今天帮各位同学做一个重点整理 有关于营件管理里面的计算题 其中的一种题型是我们高考 跟我们三等特考比较常见的 那题型名称叫做计划评合数 那它有三个名字啊 你可能要稍微的把它记忆一下 不只叫做计划评合数 那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pert 最后一个名字叫做三十估计法 那同学啊只要一看到三十估计法 顾名思义啊代表说 这个计算题应该每一个工项 理论上要有三个时间了 因为它是一个统计方法 到底分成哪三个时间 分成我们的to叫做最乐观时间 一个工项啊 如果你工期是很顺利的 那进行是非常的就是如一期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最乐观最短的时间来完成它 那当然有最可能的时间 那就介于我们的最乐观跟最悲观之间 那这样子听起来是有一点复杂 那我们把它做约略的简化一下 最乐观理论上会是最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旁边把它注记一下 原来最乐观是指这个工项最短的时间完成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最小的哦 那最可能呢 那当然是介于我们的乐观跟悲观中间 是最中间的时间最中庸的时间 那接下来是最悲观时间 最悲观时间所需要的时间当然是最大的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代号是相对困难的 比较难以记忆 那我们可以用小中大 叫做最乐观最可能最悲观 三种时间来界定这个代号会比较好记忆 那因为这是一个计算题啊 所以它一定有它相对应的流程 那我今天会把它特殊拿来讲解的意思就是 它的计算公式总共有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叫做各作业要先算一次 各作业算完了以后才可以进行 某一条路径的计算 那各作业要算什么呢 各作业要算每一个作业的期望公期 如果啊你有1到10项作业的话 那你就会有10个期望公期 我随便举例 譬如说啊 你有作业1 作业2 作业3 那么1 2 3这三个作业 理论上都有它相对应的期望公期 叫T大写1 1号 T小写1 1号 T小写1 2号 还有T小写1 3号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也有它的标准差 它是一个统计方法哦 所以有1 2 3 那期望公期要怎么求取呢 期望公期的公式是这样子的 是6分之1 4 1 它是一个取加法的概念 所以这里是用加的 那6分之1 4 1 这是一个倍数关系 那要把我们的系数填进去了以后 要把我们相对应三个时间要放进去哦 我们要把小中大放进去哦 所以1倍的小时间加上4倍的中等时间加上1倍的大时间哦 1 4 1 小中大 除以6 那接下来是标准差的部分 那标准差的部分呢 系数也请同学稍微背一下 叫做6分之1减1 那既然是1减1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直接填入要填什么样的三个时间 叫做大减小 所以我刚花了一点时间呢 帮同学介绍说 我们要先进行各作业的期望公期跟标准差计算 因为它是一个统计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微积分的体现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系数要背诵 叫6分之1 4 1 那如果是标准差的话 叫6分之大减小 那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最常看到同学们搞混的 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 各路径也有它相对应的公式 名字跟我们的各作业是一模一样的 叫做期望公期 也叫做标准差 所以今天特别拿出来讲 就是要提醒同学 你在进行背诵的时候 在进行回答的时候 要非常的清楚知道 你现在在算的是 各作业的期望公期还是标准差 还是在算的是各路径的期望公期跟标准差 名字一样 可是公式不一样 我们刚刚有举例 如果公项是123 如果你的路径是先做1号 再做2号 再做3号 123是你的路径名称的话 那这一整条路径的期望公期 就会是你刚刚算出来的 作业1 作业2 作业3 它个别作业的期望公期 取加总 所以意思是这样子 这三个 刚刚你有算出来吗 各作业的哦 所以算出来以后 下一个动作是把它加总 就会变成整条路径的 不可以搞混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标准差呢 那一样 如果你的路径是123 那么你就会有123路径的标准差 那它的算法也会用到 刚刚各作业的标准差 算法是取平方和开根号 好 所以算法是这样子 1号 2号 3号的公期 直接加总 就会变成路径期望公期 1号 2号 3号 它们的标准差 取平方和相加开根号 才会是整条路径的标准差 好 所以同学啊 公期的 每一个作业的 跟每一个路径的 是不可以搞混的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计算的流程 毕竟是计算题嘛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流程 那知道这些流程了以后 把它背诵起来 那考场上就比较不会慌乱 那计算流程是 先计算各作业的期望公期 跟标准差 好 刚刚有背诵过吗 6分之141 还有6分之大减小 没有问题哦 好 那有各作业了以后 再去计算某一条路径 它整体的期望公期 跟整体的标准差 好 所以不可以搞混哦 这两个名称都叫做期望公期 都叫做标准差 可是不可以互相混淆 那最后面呢 要计算一个叫做 减定统计量的东西 好 因为毕竟是一个统计方法 那当然会有相对应的系数 必须得算出来 好 那减定统计量的公式 是写成这样子 好 Z值就是所谓的减定统计量 它是TS-TE除以 Delta-TE 那这两个啊 我们刚刚 前面已经复习过了 TE是什么 大写E是指整条路径的期望公期哦 所以这个要放的是 整条路径的期望公期 那这个呢 Delta-TE也是要放 整条路径的标准差 那同学们逻辑应该有连贯起来 那最麻烦的是这个TS 通常是填哪些东西呢 这个TS啊 通常是填 你关心的公期 譬如说合约如果关心30天完成 那你就要把30天填在这里 譬如说你关心要进是否可以在40天完成 那你就要填40天在这里 所以TS是关心你关心的公期 所以是放目标公期哦 它是放目标公期 那最后啊 我们可以借由公式算出来减定统计量 那这个减定统计量是用什么作用呢 这个减定统计量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去查表 查很多的不同模型 有可能是常态分布啊 有可能是甘宝分布啊 皮尔森分布 那同学考试的时候啊 不用担心这么多 它一定会给你一张表 那张表有不同的Z值区间 那下面会有它所对应的几率 也就是说Z值是拿来查几率的哦 原来啊 三十估计法是利用Z值来确认 如期完工的几率 那如果如期完工的几率是很低的话 那怎么办 如期完工的几率如果很低的话 我们就要做相对应的投入资源 让它几率上升 身为管理者 你不会希望你如期完工的几率很低吗 那如果如期完工的几率很高 可能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你也可以相对应的把资源抽出来哦 所以完工的几率可以做相对应的管理 好 那这个题型啊 在我们的高考 近五年内考的两次是相对常见的 那三等特考也是有出现过一次 在我们的一百初头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长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黑板上看到的是 我们的一百零五年土木高考 那一百零五年土木高考啊 它这里有说明 某一个工程进度网图啊 如下图 好那它有把时间给你了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题题目说明的 好它有给我们的一个进度网图 所以没有要求你要把进度网图自己重画 你只要依据它画的把相对应的工期算出来 然后要进找到就好了哦 好 那接下来第二小题啊 它说考虑风险因子影响 请你以计划平和数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PERT 三十估计法 好 既然称为三十估计法 那每一个工项应该都会对应有三个时间 譬如说A工项所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三七十一 好 就算它没有特别描述啊 同学也可以从这三个数字猜出来 三是属于最乐观工期 就是最小的那个工期 十一是属于最悲观工期 也就是属于最大的那个工期 所以三七十一就是小中大 哇那你等一下代工事就不会这么困难了哦 那每一个工项都有它对应的三个时间 所以每一个工项都可以借由工事 算出来期望工期跟标准差 好 就是我们刚所谓的六分之一四一 跟所谓的六分之大减小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好 题目要求说请你绘制网图 好 那依据题目给我们的网图 我们可以找到 要尽是A C E G 那所需要的天数是二十九天 好这是前面题型所需要了解的 那接下来啊本题型啊 每一个工项都有给你三个时间 像我刚刚叙述的A作业 小工期三天 大工期十一天 中工期是七天 哇那有A B C D E F G H 有这么多个工项 每一个工项都可以借由六分之一四一算出来每一个工项的期望工期 也可以借由六分之大减小算出来每一个工项的标准差 好 那同学在按计算机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哦 好我举个例子哦 譬如说B作业好了 它的时间分别为2 5 8 所以填进去公式的时候就会是2加上4倍的5加上1倍的8 要先按完等于才可以除六哦 哦因为这是计算机逻辑吧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相对应的算出来 刚刚的公式结果叫做5 也就是说B作业 这个作业本身的期望工期是5天 好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公式算出来 它的标准差是1 怎么算叫做大的天数减掉小的天数 8减2按完等于以后除以6 所以它的标准差会是1天 好 那由此可得啊 我们可以由上面同样的案例 可以得到每一个工项都有它的期望工期 每一个工项也有它的标准差 可是题目只有关心要进工项 那要进是哪一条呢 刚第一个小题我们有算出来 要进是ACEG 所以你只关心ACEG路径哦 那请问同学啊 还记不记得啊 刚刚我们有说明过 各工项各作业要算期望工期跟标准差 好6分之141跟6分之大限小 可是某一条路径 你也要算期望工期跟标准差的话 那就要用别的公式哦 原来路径在算期望工期的时候是用直接加起来的 你如果关心A作业 C作业 E作业 G作业 ACEG这条路径 你就要把ACEG这四个工项 它的各作业期望工期直接加总 才会变成整条路径的期望工期哦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我们刚刚计算的结果得知 原来就是7天5天9天8天 就是ACEG这四个工项 他们作业本身的期望工期 直接加起来29 就会是整条路径的期望工期 那如果是整条路径的标准差 就要取平方和相加开更好 那一样的是 我关心ACEG 所以就要把ACEG 他们的标准差取平方和相加开更好 那得到的结果就会是属于2 那因为本题没有要你算减定统计量 所以到目前为止就会是本题的答案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一题的举例 下面这一题是101年的地方三等特考 那题目没有暗示你说要怎么做 可是你只要一看到 他给你若干个工项 那每一个工项都有三个时间 叫做小中大三个时间 什么样的题型会给三个时间 一定是三十估计法嘛 也就是说这一题是很明显的暗示你 他要做的是三十估计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问什么 题目问说要禁设定是否合理 然后为什么 也就是说他问你说要禁的天数 如期完工的几率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详解 第一步一定是绘制相关的网图 那绘制完成了以后才可以清楚的知道 要禁是哪一条 本题的要禁是ACDGIJ 总共有六个工项 所以你等一下要算路径的期望工期 跟路径的标准差的时候 就要注意有六个工项 分别是ACDGIJ 那我们可以透过刚刚所学的公式 算出各作业的 那像黑板上所示 每一个作业都有它的最短时间 最可能也有最长时间 透过六分之141公式 这个141就是小中大 它的系数分别为141 可以算出各作业的期望工期 所以目前阶段只有停在各作业 那接下来是标准差 六分之大减小 可以算出各作业的标准差 所以我们列出的表格都是各作业的 那因为题目有要求 要要进整条路径的 所以虽然列了这么多的项目 你最后只有关心 A C 珠 G 还有 I J 就只关心这六个工项的 所以依据我们的计算 依据我们的计算步骤 完成各作业的期望工期 跟标准差以后 就要算整条路径的期望工期 跟标准差 所以整条路径的期望工期 如果你关心的是 A C 珠 G I J 这一条路径 你就要把他们个别的 期望工期取加总 才会知道整条路径的期望工期 叫做六十点一七 所以公式不可以搞混 接下来是 整条路径的标准差 如果你关心的是 A C 珠 G I J 那你就要把 A C 珠 G I J 他们个别的标准差 取平方和相加开根号 才会得到路径的标准差 叫做 2.3053 所以再帮同学复习一次 如果再算的是 各作业 公式就会是 六分之一四一 还有六分之大减效 可是如果再算的是路径 就要记得 会变成全部都是加法 还有平方和相加开根号 这是同学很常见的错误 如果再算一次 否认识 有识 我记得